菜篮子 米袋子 裹盘子 稳不稳 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小账本 也牵连着经济运行的大账本 30号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 菜篮子产品保工作坛会提出 全力做好以猪肉为重点的菜篮子产品 保工本价工作 切实保障城乡居民菜篮子产品需求 会议指出 菜篮子工程是重大民生工程 大中城市必须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 确保菜篮子产品充足均衡供给 要增强菜篮子产品自己能力 加强生产用地保障 要构建稳定可靠的产销协作关系 支持企业到产区建立生产基地 同时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要健全菜篮子产品市场调控机制 落实地方储备任务 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一段时间以来 猪肉价格备受关注 近期随着生猪产能呈现恢复迹象 猪肉价格逐渐回落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 11月以来 猪肉批发价格连续三周环比下降 截至11月29号14时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猪肉平均价格为 42.06元每公斤 与11月1号相比 已累计下降19.73% 对此 农业农村部做出部署 下一步将采取压实地方责任 落实扶持政策 尽快扩充产能 强化监测预警 抓好疫情防控和加强指导服务 等六方面举措 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并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 多数各地 进一步落实省副总责 和蔡兰子市长负责制 全面细化分解 近三年 生猪文产保供目标任务 尽快扩充产能 分析指出 为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稳定价格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也发布通知 要求各地要把建立健全 冬春蔬菜储备制度 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重要内容 确保储备蔬菜掉得近 存得好 用得上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期间 蔬菜水果均衡供应 稳定农民种植收益 农业农村部表示 将全力做好保障措施 引导农民科学有序生产 因地质疑安排好品种结构和上市档次 增强市场供应调节能力 并利用电商微商等新型销售模式 防止出现吸售滞销等现象 随着秋冬季蔬菜和主要水果 陆续集中上市 预计今年蔬菜生产将持续稳定 元旦春节期间 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市场 供应有保障 将来温水果肉串 需要更新鲜